我還答應股東要做到200塊類 對 這是我的承諾 我不會改變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6年前喊出200元退休價終於達標 鴻海股價17日靠尾盤超過7000張買單力挺 中廠上漲2元收在200元大關 不只來到16年高點市值還一舉突破2.77兆元 僅次台積電 不過退休價達正之前 郭台銘早就卸下董作職務轉向政治跑道 郭台銘2019年將鴻海交辦給現任董事長劉洋偉 帶領團隊強攻半導體和電動車領域 今年搭上AI伺服器熱潮 股價半年內就大漲七成 外界看好鴻海下半年持續成長 不過鴻海股價18日在200元之下震盪 中廠下跌1.5元收在198.5元 跌幅達到0.75% 專家指出郭董退休價只是心理關卡 建議投資人以長線看待大型股關注接單及獲利狀況 AI的部分因為AI鴻海是要拉高它的這個營收補充嘛 那能不能夠有更多的AI訂單這是一個 另外第二個就是蘋果的手機 我覺得它非常重要 這個iPhone16到底賣的怎麼樣 這有可能會讓它股價有一個發酵的空間 受到AI加持 郭台銘穩坐台灣富豪榜第二名寶座 鴻海如何創造下一個兆元事業 投資人都在看 經濟日報黃俊維托惠慈 台北報導